市長為什麼要阻擋人牆來阻擋民意 市長 市長你為什麼要阻擋人牆來阻擋我們 結束未讀案家長會談 侯友宇走出門口馬上被包圍 但身旁大陣仗高高築起人牆 侯市長臉上一抹微笑 能夠快速通關 似乎早預料 我剛才 我剛才在那邊 不要站到我前面的 走到哪 擋到哪 人牆鐵門外全面封鎖 和民代擦槍走火 而這些人也被踢爆 竟然是新北市教育局裡的 後用校長 化身市長 自衛隊 教育局群組曝光 直接點名後用校長 必須在市長周圍充當人牆 還得負責個案輔導 綠運通批 這些後用校長不得不從 因為他們的未來 都掌握在市長和教育局長手上 這些後用校長都戒掉在我們教育局 所以是我們教育局的工作人員 現在就是一對一服務家長的窗口 教育局強調是借助後用校長專業 但教育人士不滿 要後用校長一對一輔導 言下之意 就是要他們好好按捺家長 要是按捺不好 下一站恐怕流放邊疆 飯碗不飽 用市政的資源來成就 侯友宜一個人的禁衛軍 到底要保護他什麼 還是要包圍我什麼 現在真的是威權復辟了嗎 現在是這個警總在線嗎 魏毒案持續延燒 連後用校長都中招 也不禁讓人擔心 難道教育精英成了政治禁衛軍 三星新聞 黃雲帆 尤濤 新北報導